每年10到11月市蜜苹果的产季 台中市和平区公所 特别北上到台北市政府举办记者会 推广梨山蜜苹果 梨山蜜苹果主要产区为 海拔1700公尺以上的武林及福寿山等地区 加上甜度可达15到19度 深受消费者喜爱 我们梨山苹果有分很多种 但是比较有特色的就是我们的蜜苹果 里面有解蜜哦 因为气候高海拔的因素 它会产生一种蜜 当然蜜苹果本身它的甜度就在15到17 然后加上它的蜜 真的一口下去非常口感非常的好 台北市长柯文哲与选区包含台中市和平区的立委 江启臣也难得同框 与熊站一同行销梨山蜜苹果 台北市副市长蔡炳坤也帮忙大力宣传 来自原乡的蜜苹果 我们16组在台北市的12个行政区都有 那这些我们原住民的朋友 他们来自全台湾各地 所以它的原乡就是台北市的原乡 因此我们科市长认为应该把所有台湾所有的原乡都邀请到台北来 让我们的这些原住民的市民他们有一种温暖 当他们看到原乡的水果原乡的这些特产的时候 他们会觉得感动 想要品尝到香甜可口的蜜苹果 10月29到31号只要到台北捷运中山站4号出口 就可以买到正港的梨山蜜苹果 或恰群和平区公所粉丝专业购买 记者联席会台北报道